这一新闻综合报道 高举顾条喊不公 上头讽刺的写着 有人18% 有人苦哈哈 老于公朋友站出来 向南下出席公开场合的马总统呛呛 警方大动作聚拍驱离 但马总统被隔在老远外 民众的心声真的听到了吗 正上台依旧高谈 马政府改革 仔细检视马总统口中的这些成就 军教课税预计在明年正式上路 但是课多少补多少 120亿元增加税收 全部拿来改善军教环境 等于把钱又留回军教口袋 至于吵得沸沸洋洋的18%优存上路 也被通批护航 自称月退奉才八九万的考试院长官中等资深政务官 根本才是18%法制化后的最大受益者 更别说考试院曾经提出 要把烤鸡吊卡位的公务员继丙等 也在去年10月低调喊咖 绿营痛批 马政府改革怎么都只做半套 烤鸡3%的 没有实行的 然后现在18%这种可以定存的 18%存款的这种上限 又把它恢复 又把它提高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这根本是一个反其道而行 是反改革的一个做法 半调子的改革 马总统拼改革配套措施不完备 难免引起反弹 新新闻综合报道 休闲下稍后新闻重点 继续带您看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带领着市府的主管 向杨明山进行集团